3D Motion Graphics 和普通做3D Animation 有些分別 有時不用打一個很漂亮的燈 或者一個很特別的真實的燈 才代表一個好的Animation 3D Motion Graphics 甚至有時會不打燈 我們會裝一些Vector 先說第一件事 如何模擬效果 如何做到效果很簡單的燈 但效果很漂亮的 例如我這裡有個場景 首先你看到我有兩支攝影機 有Shot 1 Shot 1是由第一格至到200格的Motion 我先把線閉上去 由第一格至到200格就是Shot 1 Shot 2是由181格開始到300格 200格開始到300格 兩個Shot 那我怎樣可以兩個Shot 1 在一個Mile 同時都把兩個Shot 1 可以不同的Camera 和不同的格數呢 那我稍後會教大家如何設定這個Render Layer 設定Render Layer 之前 我們先打一個可以用3D Motion Graphics 都好看的燈 或者先夾到燈 那譬如我這裡有個線 那你先按一下Render 看看 那你見到Default是這樣的 那怎樣可以不打燈都假裝到一個打了燈的效果呢 做3D Motion Graphics 那看著做了 那我先選一下Mental Way 那Mental Way 那Mental Way是這樣的 OK 那我就想把它假裝有 就是這樣說 我想它Render出來的時候 我又想它有光暗變化 又想有影 但問題呢 如果這樣做的話 那真的要打燈的 那怎樣假裝有呢 那你先開做HyperShape 那我們的版本呢 其實是會分開的 會分開兩個Layer來Render 一個叫Color的Layer OK 一個叫Shadow 或者叫Occlution的Layer 用來假裝暗位的 好 那第一件事 那你見到我其實這裡有4條 4個Object 分別來自己4個色 那第一件事呢 我們假裝這個效果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不可以令到它太明顯的光暗變化 因為呢 光暗變化會由Occlution的Layer去假裝 是模擬出來的 比如說Double Kick 打在其中的Shader 綠色先啦 綠色 紅色也明顯一點 紅色這個 紅色 好 如果你想它光暗變化 不要太大 我們要做手腳 我們會把Ambian提高 Ambian就是暗位的顏色 如果暗位是黑色 暗位是黑色 暗位是黑色 暗位最暗的 可以暗到這樣 如果我將它調高到這樣 就代表這個Object 這個Material 去到最暗的 就算沒有光也好 那它的色都變成這樣 不會黑色的 好 那你再試試看看 就成這樣 OK 那你見到現在粉紅色這個呢 感覺就好像有了一點點亮 但是問題 由於暗位太光 令到光位都好像很光 所以我將Defuse Defuse 就是這個Material Board的受光程度 比如變成0.6 這樣 這樣會flat一點 OK flat了 好啦 那其實0.7都可以的 0.7 好啦 那我現在有4個Material Board 那如果我逐個逐個這樣做的話 那你會設定到天光都還未完成的 那怎麼可以同一時間 將這4個Material 一起調教這幾樣東西呢 那你可以呢 先選擇了4個Material Board 那我就去Window General Editors 然後叫Altrebutes Blacksheet 就是用來同一時間 調教多一個Altrebutes 多一個Altrebutes 按了它 那你就會見到 有一堆東西 有些 那譬如我按回Random那版 啊不是 Cureable Defuse 那你見到只有0.7而已 沒錯 Defuse就是受光影響的程度 好啦 你按按這個字 你打0.7 Enter 就全部變成0.7了 OK 同樣地呢 Ambian也是一樣的 灰度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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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你見到現在呢 全部的Material都一樣了 好啦 那你再Render一次看看 就會變成這樣 OK 那這些Object呢 就變成沒有暗位 好 那這個呢 就是大致上的Color OK 那當然啦 我們其實還會做少少手腳的 OK 但是呢 有了Color 那我們準備下來呢 就會分開不同的Layer 就是RenderLayer 所以就會再做多一點點東西的 剛剛說了 我們其實有四個Layer OK 我們會有兩個Camera 兩個Camera 兩個Camera 不同格數 而我們每一個Layer 每一個Shot 每一個Camera 都會Render兩個Layer 一個就是顏色的Layer 另一個就是Occlution 也就是暗位的Layer 那你先收到這版 在右下角 有一個叫Render的版 按下Render就是這個 好 好 那我要加進去的 現在叫Shot1 Camera叫Shot1 空爆的地方 RightKick 其實呢 這個選擇All 就是選擇所有東西 那其實這個東西 應該是Based on 到底有多少東西要Render出來 如果你不選擇那個東西的話 那Layer 在RenderLayer的時候 就會Render不到那個東西 OK 所以這個是可以自己調教的 好 那由於我要的關係 所以就選擇 RightKick selectAll 好 按這個就是 就要把你選擇的東西 開一個RenderLayer 好 那總共要開四個 開四個 所以按多三次 OK 四個Layer 好 那我首先 按進這個Layer裡面 DoubleKick它 那這個叫Shot01 的Underline Color OK 好 好 這個Shot01 AO 即是Ambient Occlusion S01 S02 S02 Color 還有S02 AO 好了 這個名字是什麼意思呢 翌日 Maya就跟據這個名字 去RenderRender 順序 做不同的Layers 不同的Layers 就是Based on不同的Setting 好 那我先設定了Color 這兩個Color的Layer 好 去Color 我去Shot01 Render就是這樣 OK Render就是這樣 好 但是有時候我也會 我會做些手腳的嘛 例如我不是很想有黑色的背景 又或者是這個Quality還未適合 我會先設定VenderQuality 留意,你盡量設定這些 如果全部Layer都一樣的東西 你可以先在MasterLayer裡面 然後才設定 例如我設定作ProductionQuality Vender應該是正常的 例如這個背景灰色不太好看 我想這個背景在After Effects裡面再設定 那我如何能做到的效果 就是我想要這些Object 但看不到地上呢? 那我就要記住 現在進入Color裡面 Shot-Eight的Color 開着Hypershape 這次你去Surface 找一個叫Use Background 這個 按一下 Use Background 好,你把沙澤地下 再Wender看看 你看到這樣的 現在地上有很多反射 當然啦 如果你要反射也可以 你留意 現在你按這個Alpha Channel 這個Alpha Channel 你看到地上沒有了 沒有Mass 因為地上是不存在的 而看到這些 只是地下的反射 OK,反射 不對,我們也不是要反射的東西 除非你真的想要 那你如何拿走這個反射呢? 你 double click 這個Use Background Shader 那你把這個 頭四個 搬走過去 OK,搬走過去 左邊 那你再按一按 你看到呢 它就會 只剩下一個Object 下面就沒有東西了 OK 好了,適合了 那這個Color 同樣地了 你去Shot-Eight的Color 你看到呢 咦,為什麼Shot-Eight的Color不同了呢? 因為你看到 如果你這個Material 你在Shot-Eight的RenderLayer 裡面 逐個Assign的東西 那只有這個Layer是這樣 其他就是照相 所以Shot-Eight 又Assign了這個Material OK 所以逢身Color 都是這個 OK,那就對了 那你Shot-Eight來看看 先去Shot-Eight RenderTower 應該看到 看到Objects 但看不到地下 OK 這樣就對了 那這個就是 我們要RenderColor的Layer